继续去做核酸 这做的第九楼核酸我都不知道 今天这人还挺少 好大伙我是天员 这就从楼下刚做了核酸回来 咱们讲上一期啊我们就是主要说了一下我个人认为的学习咱们这个明清词器的一个方法就是把每一条单列出来每一条文是单列出来再进行这个对比 不管我们是从书上去找还是去从食物去找都可以或者去博物馆都可以 如果有条件的藏楼大家可以怎么办你可以去一趟这个博物馆拿你的照样机 哎你去那一个一个去照然后你去对比找那最典型的东西 你们的对比一定是能对比出他的一筒 然后你心中一定要有什么要有这个大概的时期什么 当然不管是博物馆还是书他都会给你标明 可是有一些书因为他的这个年代发行的比较早 他上面有一些断代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断的更新迭代的 他有一些断代的东西啊 对于现在来说是确实已经推翻以前的那个结构了 比如说一些画法上的问题尤其是画法上的问题很多的 因为一些不断的那个出土考古的发现他对一些东西是在不断的去推翻去修正的 这个认知识在不断修正的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去看书不停的去关注这些个一些知识点啊 这个先放到一边不谈就是我们如果去把一个文式单列出来 单向的去对咱们就还拿龙儿来说 你去看分三先分三个大的时期 就三个吧 元明清对吧 元代的龙长什么样 明代的龙长什么样 清代的龙长什么样 我们把这三个时期大的龙的分额先分清楚 这是肯定不一样的 你去仔细对 你都不用仔细对比 他一定不一样 元代的龙的画法 明代的龙的画法 清代的龙的画法 绝对是三种 不可能 但是你一看他肯定是个龙 但是他绝对是三种不一样的 你先能把这三种大风格分清楚 OK 我们再去细分 元代就放到一边了 因为 你见过元代的龙头的词片都得多少钱 咱不考虑整齐了 但我 当然有土耗你可以去试 可是我们一般藏有尤其说我们新入行 就是刚开始想收藏的这些个 藏有 咱们先把它放到一边 对吧 屠龙之际 那龙我们先把它搁到一边去 我们就把它学的再会 没东西 没用 没龙了 没用 嗯 我们去看明代的 对吧 明早期 空白期 明中期 明晚期 对吧 清早期 清中期 清晚期 他都是不一样的话 你再去细分 对吧 红武永乐宣德 哎 这个正统 景态 天顺 是吧 然后成化公司 正德 佳境 龙庆万历 然后什么太常天气 冲着爸爸把一大堆 往后推 他每一个时代的画法 绝对都不一样 但是你得先把大的分清 再往小的去走 对吧 这样你的思路是清晰的 不会乱 更不会去猜 猛的拿出件这个东西来 你一看 这是一个明的龙 然后你再根据这个龙的特征 比如说 你一看这个龙 这个眼睛画的像个眼镜 嘴巴像鳄鱼 不用说明中期的龙 对吧 成红时期的 就那样 像戴个眼镜 是吧 但是你看 明早期的龙 是不是也那样 明早期那个龙眼睛虽然大 但是他不像戴个眼镜 他很凶 是那种陆陆圆征的 他的神态是不一样的 很凶猛的 而且有一些龙的那个 鼻子是往上卷的 像那个大象鼻子 很有意思的 你看宣泽永乐都有 但是你到明中期 你看就不多 不能说没有 不多 对吧 然后你再去细分什么的 他每种龙的画法还不一样 他龙都不一样 对吧 有的是什么形龙啊 有的是什么香草龙啊 什么鬼龙啊 这个那个龙一大堆的 他都不一样 你把每一种龙的画法 每一个种类再单列出来 再按时期跟他一个一个一个 码出来 然后我们通过对比 去区分他每一个时期的不同点 然后再去看他整个的脉络 当你这样子走一遍下来之后 你脑子边的思路绝对是 火花带上那样的绿过也 完全不一样 当你再到市场上 你去如果说我们还稳 我还要稳 我不着急入整齐 好 你厉害 你比我厉害 我这特别心机 我一旦书上找出点门道之后 我啪就去找整齐去了 但是有些藏友依旧他买瓷片 他把各个时期的龙的瓷片 对吧他都买 对吧各种龙的瓷片他也买 然后他再做一个细分 然后他再上手去看每一个时期龙的画法 这仅仅是画法 这是文士这一块的 然后我们干什么 如果你有瓷片 你就可以看什么看胎右 每一个时期的胎右 大体上肯定是不一样的 可是也有好也有坏 比如说永乐宣德 也有特别好的胎跟特别好的右 当然也有那种拉的简直看不成的那种东西 很土 那土摇烧的东西就特别粗 我们不能一个儿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老师第一阶课给我们讲的是哲学 真的 他是一个辩证的 你不能说永轩就绝对好 永轩什么都好 没有 永轩也有很拉胎 对吧 你也不能说明代晚期一定就比明代早期 什么盛世永乐宣德受差 不一定 真不一定 这就跟田鸡在马上 是吧 你拿最好的比人最烂的 你拿最烂的比人最好 这没有可比性 每一个时期都有非常好的东西 就是他的亮度 每一个时期都有特别拉胎的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当时学这个 一开始先告诉你凡事无绝对 你不能说你就觉得这东西特别特别的好 那东西特别特别不行 没这说法 都有好都有不好 反正这车远了 这就是方法 用到这个实际上我们该怎么去用 就是去买一些磁片 好 如果磁片你搞明白了 对吧 你再稳 你就怎么办呢 继续把这些磁片 这些个上面你所感受到的 或者你所 不能说领悟吧 就是你所知道一些质 你把它拿笔记写出来 你总结一下 然后你再把这些东西重新捋一遍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市场上 去正儿八经的实战 这样会非常的稳当 当然不能说你这样之后 你就不吃药对吧 那不可能 该吃药还得吃高手多着呢 就是说你会去 不会吃那种很莫名其妙的药 比如说一个大的 那什么酒瓶的 什么知证多少年 什么成吉思汗赏赐贼的茅台酒 那都是开玩笑的那种东西 对吧 扯淡了 对吧 就不会吃那种东西药 然后你就会去到市场上 看东西的时候 老板 那些卖古董的老板 都不会轻易的把一些很没名堂的东西 给你胡说 他都会说这人懂 这个人是农屎的 这个人是明白的人 不敢给人乱说了 这就是你通过这些个一系套 一整套这个理论 学习下来总结出一些自己的经验之后 你去实战 跟你直接进去实战的区别 真的不一样 当然我不是说那种 人家直接去实战那种不好 有我见过的 我的有一些朋友 人家就一直实战 这个这种朋友会有个什么情况出现 就是说你拿出点东西来 老的 什么年代 大概兴奋期 青春大概啥时候 家道吧 那家境还是道光 个人感觉偏道光 为啥 我觉得就是道光 他说不出为啥来了 但是他因为见太多了 因为大家都这么说 而且市场就这么认可 他就觉得这就是 可是他知其然 他不知其所以 但是我们至少是在这一方面来说 我们把自己的触手到深了 稍微的长一点 让自己多知道一些 当然这是你真爱古陶子 真的喜欢古玩收藏 古董收藏 你愿意去做这些事 如果你不愿意也无所谓的 那我就是喜欢 我就觉得好看我去买 OK 也可以 扯爱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看大家这条路上怎么走 啊 只是提供一个 一个论调啊 一个方法 好吧 这一期主要就是扯这么一个东西 还是一些方法上的问题 我们学习古陶子 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你把这些方法用起来之后 你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起码人不会有乱 你有一个大概的脉络去做 这样就会好很多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自己都说小白 我差的远呢 不停的在修正自己的认识 不停的去说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对 真的 你看以前 尤其我我给大家说 刚开始猛的会一点 哎 觉得不过如此的时候 你特别容易干了什么 狂妄 傲慢 听不进去别人说的一点点的不对 我说这很出问题的 特别是我现在都对以前的一些个认知的偏差 然后人家给我提出一件事 我说人家那样 我觉得非常的惭愧 真的非常惭愧 有些问题真的是你自己 几斤几两都没拎清的 人家给你一点出来 你马上就炸毛了 就哎 真不好 我们得一直去 你走的越远 你越知道的多 你应该越把身体往低的方 让一个根扎的越深 这样才越远 就跟一棵大树呢 你长的越大 你的根才往底下走的越低 而不是你都飘到天上去了 你觉得你就是天人了 跟大家不一样 这是这是两个概念 当然这是每个人的这个看法不同 仅代表我自己的看 好吧 我是天人 喜欢我的视频的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想交流的 大家也可以私信我或者评论区 咱们交流一下都行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